副局長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突然間用一個恭喜的字眼去形容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當然就在道德立場上是不恰當的 但是我自己本身作為這裡的學生 我認為學校的處理手法是不太恰當的 一般情況下我可能不會非常想要去參與 因為我很怕政治方面的東西 可能會影響到我對教育方面 有些小朋友可能會覺得非常激烈 會這樣表達自己的意見 其實我覺得真的太過分了 她的錯是否貼了一張紙 或是說了一些社會道德規範 覺得她不對的東西呢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她自己 表達她自己意見的一個渠道 當然其他同學同不同意 或者社會同不同意是另一件事 民主場應該是每個學生發表意見的地方 不應該被人去監控 但是我覺得學生應該都要有自己判斷的能力 這件事其實說真的 你不要說她是誰的兒子 對她本人來說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一件好的事 她的恭喜有甚麼意思呢 第一天第一件事的時候 校長立刻出來開記者招待會 又哭了 又說很難過 身為校長習無旁態 但是第二件事 你看到其實她沒有出來交代 也沒有出來回應 副局長她喪止 當然是令到別人很不快樂 就用一個處理的方法 但是另外一個其實都是死人 還有都是喪吐 難道那個人真是命不值錢嗎 你校長肯定要表現自己的態度 很難過 那傳得這麼行當然有影響 自己也會擔心 她才從未知道是誰做的 還有她一個人做 即是一兩個人做 不代表我們全部人的質素都是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機會 給社會大眾和大學生反思